3樓 这里 护肤店涉嫌从事涉情交易 2楼通往3楼包厢的楼梯 还装设密码所阻碍 远警立刻破门 不要动 不要动 到了3楼 房间里明明有人对话的声音 却迟迟不开门 18号晚间6点多 远警池搜索票 在七闲二路的护肤店展开破门行动 当场逮获年仅19岁的顾客 正在与大他16岁的小姐 从事非法色情交易 店里另外还有两名女服务生 以及三名涉嫌媒介的男员工 他们为了躲避远警查器 在店内装设了好几支监视器监看 整段人与人不当链接 警方已经将他们依妨碍 封化及违反社委法送办 TVBS新闻李战胜 高雄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我们下载TVBS新闻开启小铃铛